日前央视报道了中国跳水队女子石米台项目的激烈竞争 15岁的东京奥运冠军全红禅开玩笑表示 队力太卷了 近日中国跳水队举行了东迅后的第一次队内测验赛 各个项目都出现了年轻一代挑大梁的情况 而最引人关注的全红禅因为伤病原因没有参加本次测验 他将伤愈后参加下旬举行的队内市井赛选拔赛 全红禅表示太卷了一个比一个卷 张佳琪说中国跳水不是一直很卷吗 我的妈呀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 也有自己的动作风格 大家都跳得贼好贼好的 我的天哪 东京奥运周期的五年时间 女子双人跳台奥运组合进行了四次重组 几乎每年世界大赛都要上一对新搭档 进入巴黎奥运周期再次发生变化 全红禅取代了张佳琪与陈玉希搭档的双人项目 对于这一结果张佳琪表示 我和小红玉希来比的话确实会差一点 我也不属于能力强技术稳定的那种 都是靠平时练的 所以知道这个名单之后还是会有一点失落 全红禅谈到新挑战时十分自信的表示 之前在省队也和队友配过双人 过来这里和乐乐姐配也觉得不是很难 禁忌体育的残酷就在于变幻莫测 因此即便有伤在身 全红禅也没有停止过训练 别人进行专项训练 她就在水里游泳保持体能 力量训练也从来没有一天耽误过 毕竟对于她来说还没有开始经历身体发育这一关 很多女运动员都倒在了这道坎上 全红禅说担心肯定有担心 就控制一点不吃零食吧 把体重控制好就保持在那个水平 不被淘汰吧 跳水领队周济红表示 可能过去小吧 没有那么多想法 现在毕竟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长大了 她还比较有意识的去要求自己 也证明她慢慢走向成熟了 对于张佳琪来说 稳稳占据了三年的主力位置 面对新的位置必须要补上短板 奥运大门并未关闭 张佳琪说 帮助那口气吧 和上届东京奥运会一样 不能送这股镜 一直提醒自己 没有掉到最后就还有机会 周济红称赞她 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 每天训练很认真 只是因为她个别动作 技术上可能现在反差很大 处于个人特点的原因 所以双人组合重新考虑 但是从她个人来讲 还是具备一定的实力 只要她再继续努力吧 虽然队内竞争非常的激烈 但是几个小女孩的关系 十分的融洽 她们有着小女孩的纯真 也有着超过常人的豁达 张佳琪说 因为毕竟为着中国跳水队成绩 为国争光为主 自己不行了 那就练到行 再上去 没什么可抱怨的 周济红说 保持这样自律的状态 她也对张佳琪等队员充满信心